这个很难 的确不容易 我们过去求学的时候 老师指点我们 要我们读诵天经 要误辱教理 这个使你真正有得了 真正有收获了 那么我们做不到 不能误辱 那怎么办呢 老师告诉我 不得以而求其次 要明教义 这也行 你能明了教义 你在这个整个教下 可以能够通达一部分 比如说我通一宗 我这一宗的教义 我能明了 那么谈到其他 中共的这个宗派的经文 就不能完全明了 不能完全通达 这是懂教义 要是理呢 那就一切都通达了 这个叫会修 如果学一部经 老师怎么讲 我说他怎么讲法 这个没法 在你学一部就会一部 再换一本经就不会了 这样笨的学生 大概老师都不愿意教 那叫到哪一年成本的教会 聪明的学生 一部经里面 不能整个把佛法通达 也要通达一部分 老师要遇到这个学生 就唤醒了 这个学生 有能力 传法了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个道理 为什么有人能通达 有人不能通达 问题 还是发生在 个人烦恼 习气 不同 烦恼亲的人 容易通达 心量广大的人 容易通达 烦恼重 心量小的人 很不容易 这个心量小啊 念念都想自己 不想利益众生 那就很难 跟佛的心愿不相应 这是我们讲的 得三宝的加持 他得不到 他心量小的时候 得不到佛菩萨 威神的加持 烦恼亲 是你自己张爱少 心量广大 同时又得诸佛菩萨加持 那就便利多了 就很容易 这个通达 一切发文 我们在六足谈经里面看到 六足慧能大死 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词 他说 他说偶尔 卖柴呀 听到人念金刚经 他听得很欢喜 站在那个 窗外面 站了一会 听到念一半 他就明白了 金刚经里面的道理 他就通当了 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 那当然不一样 那是个再来人 他不是这一身修的 是再来人 遇到人家念经 这是个远啊 那因为这个远 把他阿赖耶诗里头 那个佛法的种子 引发了 多生多结的 善根因缘 他这一物 他是通了教理 所以道黄梅 他是去求印证 道黄梅 老四教他什么呢 那是禅宗 那么不妨 那么不妨